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天两人来到佛寺拜佛转眼抬头 女友发现佳桥消失不见 女友Coco是一个空姐 深爱着佳桥 她对于佳桥的消失已经习以为常 因为她就像一个小孩 经常突然消失不见好多天 又会突然冒出来给她一个惊喜 这天佳桥又回来了 Coco像往常一样给她煮了一碗面 佳桥手机响声不断 是一个叫燕子的人打过来的 Coco提醒她接下电话吧 佳桥突然变脸 将面条打翻离去 留下Coco一个人在原地痛哭不止 在Coco收拾打翻面条的汤汁时 一个陌生的女人敲门进入 表示自己是要找1308房的客人 但是她好像不在家 自己可不可以在这里稍微等会儿 Coco同意了 接下来两个人聊天过程很愉快 女人也热情地帮助Coco收拾打翻的汤 安慰Coco过日子总会吵架 别在意 并且和Coco分享和男人应该如何相处 要想抓住她的心就得抓住她的胃 也因为这句话 接下来的日子两个人很快熟络起来 买菜做饭研究食谱 女人说自己是美食节目主持人 叫顾小凡 Coco成为凡姐 过了几天 佳桥来找Coco道歉 两个人和好 Coco赶紧打电话给凡姐 告诉她现在怎么办 做什么饭 凡姐电话一一告诉她 买什么菜怎么做 她回家做了丰盛的一大桌子菜 佳桥很喜欢 喝完了全部的汤 接下来的每次 Coco都打电话问凡姐 凡姐给了菜谱 Coco一次做一个菜 就这样 Coco和佳桥的关系越来越好 然而一段时间以后 佳桥眉毛开始脱落 经常出虚汗 头发也大把脱落 他们决定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没啥大毛病 肝脏肾功能都正常 吃点维生素C就好了 可以治脱发 要多吃 必须天天吃 Coco回家咨询凡姐做汤给佳桥补补 凡姐耐心给她推荐 佳桥还是不放心 又去看了中医 中医说她的肾有点问题 应该多注意 同时体内有毒素需要排出 佳桥怀疑 Coco给她吃的东西有问题 生气离去 Coco找凡姐诉苦 凡姐耐心开导她 给她做了菜 让她带回去热热吃 Coco好奇 凡姐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 她回家刚好经过书店 就顺带进入 找了找凡姐出的书 但是发现了惊人的秘密 这个书中的顾小凡的照片 与自己的凡姐 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她心里猛的一惊 她想起凡姐是过来找1308的客人 她就给乌叶打电话 问1308的业主是谁 乌叶回复说 1308目前还没有卖出 就没有业主 Coco吓得猛坐在地上 她不敢想象发生了什么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她网上调查发现 原来所谓的凡姐 只是顾小凡的一个粉丝 她根本就不是什么美食主持人 而在另一边 佳桥与燕子在吃饭庆祝 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燕子问她 你还记得你对我说过什么吗 佳桥说 我当然记得 我爱你 你必须相信 从今以后 我只爱你 燕子亲手剥了一个虾 喂给了佳桥 两个人都很开心 然而佳桥刚到公司便晕倒了 送往医院 医生告诉燕子 病人是因为吃了大量的维生素C和虾 这两种食物相克 在胃里形成了披霜 造成中毒 凡姐自言自语 都是报应啊 男人多都喜欢脚踩两只船 凡姐告诉医生 自己是产院的护士长 知道怎么照顾 就将佳桥带回家里 凡姐告诉佳桥 你在外面找别的女人 把自己吃坏了 不过别怕 我会照顾你 将你调理好 而这边Coco急于弄清 凡姐到底是谁 就约凡姐出来 找理由跟踪凡姐回家 被凡姐发现 凡姐引诱她进门 Coco发现 这个家里都是凡姐与佳桥的照片 Coco好像知道了一切 原来佳桥有自己的老婆 她自己只是一个小三 燕子给她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在怀孕期间出门买菜 发现佳桥和Coco一起开车 出门游玩 想追上去看清楚 就发生了车祸 而这也正是那天 佳桥和Coco看到的那起交通事故 车祸后自己的孩子没了 还摘除了子宫 彻底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 燕子为了报复 才找上Coco 教她做饭 利用自己做的菜 和交给Coco的汤 相生相克 水火不容的原理 来毒害佳桥 这一切被房间里的佳桥 听得一清二楚 她恐惧万分 原来燕子是这样的疯狂 和心狠手辣 燕子告诉Coco 永远别再回来了 Coco回来后 发现自己居然怀孕了 约燕子出来 归还佳桥送自己的房子的房产证 及钥匙 并说自己要回老家了 Coco的呕吐 让身为护士长的燕子 一眼就发现 她怀孕了 而佳桥被燕子锁在家里 行动不便 电话不通 像一只被困的小白鼠 樊杰设了一个圈套 将Coco骗来 想让Coco为她和佳桥 生一个孩子 Coco和佳桥被困于家中 燕子为了公司不起遗迹 去公司处理佳桥的各项事宜 告诉各位董事 佳桥去澳洲修养 公司转交助理负责 在整理佳桥的东西时 发现了一个布置密码的保险箱 将此物抱回家中 当着佳桥和Coco的面燕子 打开此保险箱 里面装着佳桥又不为人知的秘密 保险箱里面 是她和各个女人的合照 原来佳桥曾经有的女人 不计其数 保险箱里张张照片为正 她像收集邮票一样 收集着女人 而没摆脱一个女人 就会送出一套房子 而她和Coco的恋爱 只是因为她不了解 空姐制服下的另一面 被揭开秘密的佳桥 感觉被解救了一样 在吃完两个女人做的最后一顿饭后 精心打扮了一番 吃了大量的VC 永远沉睡在了浴缸里 这部《双十记》 是拍摄于2008年 由吴振宇主演 入围于2008美国芝加哥电影节 和巴西圣保罗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 这部电影看完后 让人久久不能平复 一个男人吃两家饭 完转于妻子和情人之间 故为《双十记》 故事处处有伏笔 开篇的车祸的特写 是为后面 家乔在佛寺突然消失不见 和燕子的车祸 做了伏笔 家乔送给Coco一套房子 因为后面发现照片时 每遇见一个女人 就送出一套房子 做了伏笔等 整个故事缜密的情节 神经质的叙述 变态的真相 将美食与感情 完美融合在一起 在古代中 食物杀人的案例 并不少见 比如直接投毒杀害五大狼的潘基莲 这并没有什么新意 在这部影片中 完美诠释了美食的秘密 仅采用六道美食 相生相克 杀人于无形之间 男人是不懂得知足的动物 把恋爱的感觉 当作是对自己的奖励 他们永远喜欢新鲜的事物 通过征服 去获得更多的快感 故事的最后 被揭开更多秘密的家桥 获得了解脱 而以为利用双十 就能控制住男人的燕子 更没想到 只是自己自作聪明 就像剧中说的那样 男人女人都一样 都不知足 都是物质性的动物 本来美好的爱情 最后变成了赤裸裸的人性 但愿都能做到 如果不爱 别伤害 请离开 人生若只如初见 该多好 对此 屏幕前的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这里是观影有语 下期见 你爱我吗 你会永远爱我吗 撒谎